花蓮市公所近期来在市区多处陆续执行道路及人行道改善工程 希望能提升民众的用路品质 也减少道路坑洞以及不平整的状况 市长威嘉贤表示公所将会持续提报计划 向中央争取经费 逐一来改善市区内的损坏道路 市长威嘉贤协同建设客长徐国成 一同来到中山路一段 现看由中央路市段至国富大桥东端路口的道路工程 全程有1.5公里目前已经完工进入验收阶段 而这次市座的内容包括路面和排水设施的改善 以及新设人行道装设景观路灯等多个工项 希望能改善原本道路坑洞与不平整的问题 这项工程的部分也能够衔接未来在花蓮办理大型运动 那有给所有来到花蓮朋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印象 跟很舒适的一个休憩散步的一个环境 那我们会持续的在把花蓮市几个重要的一个道路 还有人行道部分来把它做提升 那我们工所的部分也在好几间学校的部分 也逐步逐步的把友善环境来做相关的品质提升 那也希望最主要目的希望人行有一个安全的一个空间 那我们也会积极的来争取相关中央的一个预算 花蓮市透过向营建署争取前站基础建设经费的工项里头 近年来已经陆续完成包括中心路道路既人行道改善工程 中村街通学步道与道路改善工程 以及美轮地区的通学步道等多个工项 市长卫家先表示 工所未来会持续争取相关的中央预算 将校园周边的用路环境逐一来提升 保障学生及运动人员的安全 也让用路人在行车时能有更舒适的用路环境 记者许丽晴花蓮市报导